《當你孤單你會想起誰》 這是我第一首被大家認識的歌吧 應該是說歌手身份第一首被大家認識的歌 因為如果你在回推之前應該還有《黃昏》 是比賽的時候被大家認識的歌 其實當時候比賽拿冠軍出道 然後被前唱片公司說希望可以唱這歌的時候 自己是有一點叫抗拒 因為覺得你知道比賽冠軍出身 應該選一首比較泡芙的歌 就是讓大家覺得哇你好能唱的歌的時候 年輕氣盛的覺得很想要證明自己的時候 覺得為什麼會唱這首這樣 當你孤單你會想起誰 所以一度有覺得不想唱 但是幸好沒有 不然可能今天就不會出來這邊跟大家介紹這首歌了 對 所以當你孤單你會想起誰 就是一首差一點胎死負重的歌 嚴重一點來說的話 但是就變成今天 只要有表演 好像都是必唱曲目之一 那我也很開心 歌迷每次聽到這首歌都 都覺得很溫暖 對阿我覺得這歌就也算是 尼定了我給人溫暖感覺的一首歌 因為 我覺得某部分來說 它真的就是發自內心當下我的一種 情懷嗎 但是現在的心態再去唱這歌一定跟當時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也 我更滿喜歡我現在的聲音 跟表達方式 詮釋的當你孤單你會想起誰 演唱會給你看 好嗎 好嗎